请收看 维心世界 祖德 刘芳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祖德 刘芳节目 我是杨梅教师负责人 袁汝讲师 本节目由社会服务的实际案例 让观众了解到祭拜祖先 以及祖德的重要性 及其他的意义 真实意 坐在我旁边的 就是25届学员林建宏的爸爸妈妈 他们今天要以真实的案例 来跟各位观众分享 现在我们请师兄 师姐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是杨梅教师25届林建宏的妈妈 来 师兄 阿弥陀佛 我是25届杨梅教师的林建宏的爸爸 我今天要跟各位做一个实际的案例 就是邀请他们当事者 邀请当事者来续说 这个为什么今天有这个特殊的案例的发生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一认识的时候 刚认识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讲说 你们姑妈是不是有机会 来那儿走一走 看一看 结果就都无笑无失了 有就是来教上京的便所而已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来教这个送金便宿 然后送金便宿过了法会 我就会跟他讲说 现在浪造的水流法会又到了 你们有要去报名参加吗 他们在这部分都有观念 每一年也都有参加水路法会 甚至他们去参加水路法会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 你法会的现场 才去当地说 你今年也有来报名 我每年都有来报名 我想说每年有参加水路法会 这是好现象 也能够保家里的平安 所以我也就一直都打个招呼 好像兄弟姐妹一样 互相关怀一下 然后三不五时 就打个电话问一下 你的送金送到什么程度 人都是这样 有边策有差 师父如果说 我们现在要来更快的送什么程 我电话就打电话 跟他说 师父 更快的 我们现在师父又交代 要送什么程 你要拚 你要拚 建访的辩手都在你的身上 你的责任重大 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下来 前一阵子 这要归在讲去年 就是去年的时候 突然之间全家就到 然后师姐就打电话跟我讲 师姐 师姐 你有在乎 你有在乎 我有在乎 我有在乎 不成人形 我也是在想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 这个过程 我就请师姐 来跟各位观众来分享 当初我们是觉得想说 为什么肚子一直大起来 所以女后她们就也 听我这么讲也非常担心 所以就赶快排得到中国医学院 竹北中国医学院去检查 那做了核齿共证的时候 发现到说她的肝有一颗肿瘤 那颗肿瘤 他就说蛮急的 就是说很快就安排她去动手术 那我们当初也想说只有一颗肿瘤 那时候是二点几的 那颗肿瘤是二点多 二点超久的肿瘤那么大 那医生说建议我们 那我们当初家属听到的时候 一定第一个 尤其是小孩子的反应 一定特别敏感就说 那马上请医师跟我们安排 做了动手术 她说以目前她的状况来讲 她的肝硬化比那颗肿瘤还要严重 可能必须要去换肝的手术 就这样子 后来我就赶快找了师姐 然后请她跟我们 排了一些的所有站卦那些 然后来替我们转入一个出路这样子 在这一部分 就是他们进来的时候 给我的讯息 就是像刚刚这个师姐讲的 我自己也怕一条 你知道吗 我想说我才多久没有看过你们 竟然带了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状况出来给我 我也很紧张 我就马上站卦 我想说平时跟你们说公母的 但是这个突发事件 也不一定是公母 反正是完全资助也不一定 我就跟她站卦 我站起来我说 你们家公母 是你们家公母的问题 你要让我去看看 没有 我就问这个师兄 说师兄 不然看到一天我择日 来你们家先给你们 先给你们做三做相 再来择日 看好吗 大家就碰到这个事情 而且医院 便宜已经通知说要换冬 已经要换冬 所以说破在眉睫 破在眉睫的时候怎么办 我就说那这样子的话 赶快择日去 开你们家的公母 在开公母 这之前 这之前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坎坷 我想想一个要换冬的人 我不知道时间上 能不能掌握得住 我想想好吧 那也只能此马当活马医 这个已经破在眉睫了 不得不你抽出所有的时间来 那我当下就请一个师姐 请师姐去他家梁坐山坐巷 马上就是看日子 折日 在这段时间里面 人家讲的身体的状况 出现状况的时候 我们 我来请教师兄 医生给你宣布 你要换冬的时候 你当时的想法是怎样 他这人也没看得到 现在是在做酸菜 他说我刚刚弄不去 其实 我现在弄不去 其实他当初有讲了一句话 他跟医生讲了 他说如果能不要患肝的这种痛苦 他就不要让小孩子去折磨 他愿意自己折磨 害得你小孩子听到眼泪一直流 那打电话回来跟我讲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也是 听到说他讲了这一句话 我也真的说 都会不敢 都会不敢 想说 你会接吻这些惊喜 这个生命总是要延续下去 因为毕竟虽然小孩子都这么大了 但是还没做工 他的阮也希望有一天 他可以看到小孙 所以这是一个主宰他继续 继续撑下去的一个愿望 他那时候来到我这边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既然是这样子 盒子共振要等换肝 那么一定要先马上处理 我就把我们法会的新丑年的 应该那时候是庚子年 庚子年的法会的单子 我马上就拿给他说 你姓姓 姓姓好后 你一张 我最后给你处理 一张传真过去我们宣佛寺 那一张呢 你拿回去跟妈那边 另外一张 我就把它放在我们老祖的座前这边 然后上乡的时候 因为我们阳梅教室有做早课 也有做完课 每次要做早课的时候 我就吩咐那个师姐说 你一定要帮我 病 跟老祖病 病说我这一口早 目前的状况 我都是用寿经写得很清楚 跟老祖病 你做早课 完毕的时候 你也要告诉他 祈求老祖世尊 慈悲加持富佑 林阿鲁能够平安度过慈节 这是当时 我知道的时候 就是做这三种状况 做这三种的做法 然后那个师姐写完以后 我立马就是传真过去 那因为那时候来的时候是晚上 来的时候 他就在说一说 我现在这样瞎瞎来 我说沒關係 你先保命 后续我来做 我就把它先传真 然后第二天早上 因为师父人员就是要等那个 要等那个 要听完师父开始以后 才有上班 一般都是八点半 我就一直等 等到八点半的时候 我马上打电话上去 结果接了那个师姐 也是大家都很说 是你喔 如果你的都大事了 说我这只保命 一定都大事 我说 就是人命关天 拜托你先给他安排 那个大便先给我 那就是这个大便 拿到那边 马上就是告诉他说 你大便填上去 大便填上去 跟你们姑妈说一句 我有给你保命 那我们不要你不要过 你如果有听到法师的 召喚的那个 你们就要索索 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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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早上烧香 一定要这样子讲 晚上你就阿弥陀佛 平安圆满 你就早晚住像这样 甚至我都还交代师兄 说 因为他们老公都在拜 他在拜 因为师姐要上班 这位师兄呢 我也鼓励他说 你们家的建宏 25届的学员 如果要来上班 你也可以拜他来 结果 他就拜一天两天 一招两招 不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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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过 阿丹 不知道要怎么跟他沟通 有时候我就 卡在那边问他 你这陣子怎么 你说 就有人先 我说 好 你人先 我就交代 这个25届的这个学员 林师兄 我说 你回去 要嫁给你爸爸妈妈说话 跟你爸爸说话 他会等到 看他可以用拐 拐他来养明教室 结果也拐他不走 想到没法度 我说 这样 花费 我就跟师姐说 你现在花费 一定 人要把他叫起来 叫来偷偷那些拐杯 尽量想什么 散步死 这一个事情悬在哪里 悬在说 我们报名表一上去 大便一下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拿到那个大便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的亲身经验 是觉得很激动 很激动 很激动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办 很激动的 说 开始会有方法去解决了 那 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叫他报名法会 不叫他做正副牌位 有一天 我刚刚在上课的时候 有讲到法会 在宣扬法会的 一些注意事项的时候 突然之间想到 对 这个林师兄 这个要乱干 快来里面 又这么乱七八糟的 那干脆 叫他安一个正副牌位 后来再上去 上去的时候 再安那个正副牌位 那正副牌位 所以安了以后 法会结束了 我们就必须要把 政府牌位 请回家里 先绽放在楼下 下桌 这样子 结果 这个师兄 这师兄很好 说很教导 她就说 师姐都女士都 rebirth часть 我也不知道在当时 他意识ов 就這樣子唸 好 唸了以後 兒子換兒子來輪番來跟我講說 師姐 我們家的姑媽已經過過多歲了 當時要去辦 什麼時候要去河爐這樣就對了 我說 我就不請你 你都不相敬 我就說不相敬 他說 後來可能有跟你說的 說要趕快相敬 有一陣子他的經爆量 爆量出來 爆量出來的時候我就說 這樣有 有的經驗了 我就給他弄作病 因為當時那張 那個老祖法會 報名的老祖法會已經被我化掉 但是那張用壽金寫的 那個真實意義都還在 我就給他弄作說 這個這隊 老婆很輕盛 他也是我們的學生 也是我們的學員 弄作煮鼻 加上火油 可以逢凶化吉 好後後 安逢好後 現在就是目前的狀況 我們請師姐再來闡述 公媽安山後後這個過程 到目前為止的狀況 情況怎麼樣 再來描述一下 因為自從那時候開始 祖先排位安撫好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有慢慢的 然後我們是在台北台大醫學院 很奇妙的就是 師姐把我的祖先排位安撫好的時候 安坐好的時候 沒多久台大醫學院就 剛好疫情的關係 他也通知我們要趕快去住院 然後就去做檢查 做了種種的檢查 結果住了十天 然後再回來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他就說 那因為路途遙遠 就到我們 祖北的台大醫學院去 那去醫學院去 他做了 最近一直在做檢查時候 發現到說 他的肝的那個腫瘤比較大 可是他肝硬化的已經很控制的 很還不錯的 所以他說 那最重要就是要趕快做的那顆的 那個肝腫瘤的酸塞 所以他現在做了酸塞之後 他肚子就一直就消下去了 就那個附水就比較沒有附水了 那醫生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奇蹟 很奇蹟就對了 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樣 因為我說為什麼有奇蹟 這樣子很奇怪 然後他這樣的話 應該 目前應該還不用換肝的 這個手術 那只能說先把那個 那個腫瘤的話 先把那個栓栓做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他應該是不用再 就不用再換肝的手術的這個 重大的那個手術 目前的話 我們就這樣 然後也感謝到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師姐 然後替我們這樣子 把祖先的他的排位 安頓得這麼好 那我們這樣 目前的話 家裡的話 老公的話 我師兄的話 我師兄的話 目前身體狀況還不錯 然後現在大家看到他的話 大家都說 他進步得很多了 過程 就是說 安哥媽的過程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障礙 也有租礙 那我當初 要去跟他們安哥媽的時候 那個擇日 一波三擇 有時候看好的日子 我竟然忘記通知 我快點忘記說 要跟同事說 當時要準備什麼東西 我快點忘記 跟我們轉燃 看著 utilizing人事 就馬 motor 其實要把他安岩 再可能下山了 說怎麼辦 重新再擇日 在擇日的時候 我擇日起來的時候 哇 糟糕了 日子又不好 變成要拖延 我又不敢跟他們說 我不敢跟他們說 自己有舒服掉 讓他們這樣 來問說師姐不知道當時要把我按什麼 實在在這裡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重重的障礙 這也是一個考驗 人家講好事多麼 總算把它圓滿了 圓滿以後 曾經就是安好以後 我們的儀式 我們的儀式就是要誦經 在誦經的這階段的時候 我一向都是叫人黏心筋 結果那天好像是有上阿彌陀堅 阿彌陀堅在上的時候 我突然之間發現到我的整個身體是熱的 一直燙起來一直燙起來 我心裡在想說 我熱不一定是代表你們家的祖先 我回頭一看 他兒子也整個臉紅紅紅粉粉 就是這樣看起來很開心 這個就是講了一句 印證了一句什麼 我們祖靈得安 怕孫子就安 祖靈快樂 會怕孫子就會跟著快樂 在這一部分的時候 那個他們在做的時候 我就回想到 之前這個師姐的娘家 你娘家 孫子也是出問題的 孫子出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會出問題就是 他們家的小朋友 官司纏身 就是官司纏身的時候 好像那時候已經發生了 是不是 發生了已經去拼了 去拼了 那時候在判的時候 他跟我們講 他就先來問 這個師姐先來跟他說 他們外交 他們兄弟有一個兒子 就是什麼狀況 結果我跟他爭掛起來 我說也是公母的問題 公母的問題 我說你公母的問題 你不做什麼 因為你畢竟你是嫁出去的 你不是當事者 我說你叫他們 有法度做主委的人 來這裡請法 這樣就對了 然後他也很積極 就帶著他的弟弟 跟他的弟媳婦就過來了 結果過來的時候 出乎想像中的複雜 因為他們家是最小的公母 他們家是最小的公母 他們這個師姐是最小的公母 夜市跟盤市 對 結果掛站起來的時候 我說這一定要去你們家看 一定要去你們現場去看看 第一點現場要看什麼 就是兩座三座鄉 第二點就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幫我們這一個問題 看看到底出現了怎麼樣的狀況 然後去到他們家的時候 其實我是這樣在感覺 姐姐講話會影響到弟弟 這個就代表什麼 他們姐弟的感情很好 感覺很好 這座因為了解我們的 中文的祖先的這個方式 所以他把他帶入到他的弟弟家 結果果不其然 公母把他打開 裡面的傷勢 裡面也是錯綜複雜 也是你們跟一個人跟你們這樣嗎 都跟一個結果犯同樣的錯誤 都是犯同樣的錯誤 生翁生生誰 也不會照排離血 然後變成 只有有一點點的空隙 他就把它填上去 他也不管你是前面後面都不管 結果一出來 就是祖先排位不對 然後把那個潘信的祖先的排位 一打開後面空空如也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我才會問 我就問 我就問弟弟 我就問弟弟說 你們是洗澡了 你們洗澡了 怎麼會洗澡的 後面沒有東西 後來才知道說 他就是他們阿公 對 阿公 對 他好像阿公在娶的 娶的第二個這樣子 對 說娶嘛 續旋嘛 結果續旋的時候想說 好像後面也都沒有那個祖先 沒有整個去拆一個 續旋的這個娘家的姓 結果就是這樣 沉脈 沉脈 一脈這樣子一直下來 結果呢 他生了兩個兒子嘛 兩個兒子一個 一個 好像都年輕而已 對 你說我們阿公 你們兄弟 你們兄弟幾個兄弟 三兄弟 好像有一個母親 因為兩個兄弟 他兩個兄弟一個 一個不見了 一個四十多歲就走了 對 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竟然又一個潘信的 然後呢 我後來就是回來 我說我回來 來清洗之後 再跟他們答覆你們 結果呢 掛一站起來的時候呢 這個夜信這邊的祖先要重新整理 沒有問題 重新整理沒有問題 潘信的這邊呢 必須要去拔背 要重點重點再拔背 為什麼要去拔背 因為我掛站起來 第一點 沒有子孫搖 第二點 也沒有父母搖 子孫跟父母不在 都沒有 這個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說 這一個潘信的祖先 應該是 不是很如法 那麼我就告訴他說 來 你把你們拔背 四拔的祖先 先把背背說 是不是 把你接下來講得多 你會比較開心 結果呢 五點多打電話跟他們講了 講好以後呢 那天晚上八點多 他就跟我講說 老師老師 師姐 我告訴你 我們聖牌的這個 說他要去公町回來 我說好 這樣 我們找一個時間 先把聖牌的這個 先把聖牌的這個 來 你們要去公町回來 你們要先去看 你們自己先去看 看要把他刷在哪裡 你所有的地址 跟那個唐號 你給我 我幫你們站掛 找一個他最喜歡的地方 我們再來把聖牌公町回來 這樣 那就 擇日以後 就把他刷去公町回來 刷到公町回來後 其實在那個當場 當下的時候 會接到一個法 就是什麼 他們沒有在收金紮 他們沒有在收金紮 所以我就想說 沒有在收金紮要怎麼樣 後來我就去請法 剛好台中到場 園藝法師有傳一個法 就是說 沒有在收金紮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山寶師 請那個政府 我們有一個三寶寺的那個法 請政府來的時候 讓某某人能夠專用 就對了 我這塊的經營財博 就是要給這個人享用 這樣 也很圓滿 然後小孩子也提早 也有提早了 提早結束官司的這一部分 爸爸媽媽也很高興 今天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阿彌陀佛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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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